我平時駕駛其實不是真的 有一天我發覺尾巴有頭髮似的東西伸出來 今天終於結束了 就是講我自己的車 2013年的Megan RS 即是差不多駕駛了10年 超過10萬公里 講一下這部車給我的感覺 和有甚麼壞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和IG 記得追蹤我們 你猜不猜到Edmond會買這部車 我也猜到 因為男人生活安定 小孩子長大的時候 身體總會有一點變化 覺得周身痕癢 痕癢就想買些東西玩一下 他現在這部車是否配合他 其實也對 因為他這部車之前那部500仔 性能完全滿足不到他 以他這麼喜歡駕駛這部車 這部車其實沒有多少部 4、5部 即是在上海回來之後 第一部是Diesta 你猜不到 還要半自動波 後來因為零件的問題 我還是覺得要換另一部 一換換一部大八王 又是猜不到 接著又有新痕 又有朋友放了一部VS500 還要棍波 我覺得VS500是很漂亮的車 很認真做的車 棍波適合我的心意 這部我是駕駛得很開心的 因為底盤比引擎好多 所以每次都可以盡計 只有一百匹 差不多 但後來又生痕了 我真的覺得不夠馬力 2013年結果遇到這一部 我們做傳媒的 很多車可以試 就算不是我寫都可以試 再試兩次之後 發現這部很棒 所以決定要換這部了 其實2013年沒有甚麼可以選擇的 因為Megan RSM 這樣的馬力 這樣的配套 最重要是這樣的價錢 還有五座位 樣子我覺得很漂亮 起碼比上代 看同期 Golf GTI 馬力200匹頭 都好 但好像不夠特別一點 我覺得不夠漂亮 Alfa Jolie Ecter 我有點心動 但棍波只有幾部 賣了之後就沒有再入 我自己對Double Clutch 是一般的 我自己拿到棍波 為甚麼要拿Double Clutch呢 棍波200多匹 好像真的只有這一部 我駕駛這車差不多10年了 走了10萬公里以上 遇到每個朋友都問我 車是否蓋上的 是否很多東西壞 其實不多 老實說 在保養期的頭三年 有些建造質素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 這三角位 不知第一年就已經飛起了 結果是要用膠水貼住 多年都沒事 這個都不夠期 最奇是這個 這個門鎖 是突然間跌下來的 有一天我排在路邊 突然發現為何有粒東西在地上 顏色好像沒有的車 才發現原來這粒東西 整粒都啪了出來 裡面其實是沒有膠水的 有個啤把位 有卡位 卡進去 很明顯就是 卡位不夠深 所以就跌了出來 也跌了兩次 第三件在保養期內發生的事 就是這個尾箱 這兩支支筒 兩年左右 我記得是兩年左右 升到一半就不升 要找人手推 保養期當然是他們負責 還有就是這個尾板 這個尾板本身 不是很大缺陷 但是設計上 後備胎一個大洞 沒有任何支撐 所以很快就踏下去 換了一塊 沒多久又再踏下去 我已經放棄了 幸好面間車會有朋友 搞了一些特別的板 是適合這輛車的 他們就送了給我 我真是多謝他們 先裝回去後就好一點了 保養期三年只有這麼少東西 但是近兩年 Build Quality的問題 就開始浮現得比較多 但你眼見也有看到 尾燈是中了彈 我以為真的被人射了一槍 開始老化了 入水器 這些也是要換的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很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門柄斷 你看它現在很完整 但實際上是鋁變斷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設計問題 這麼大的車門 門柄位置在這麼前 你每次拉的時候 這個位置受力得很誇張 整塊門板換的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但就相當貴 所以很多都是交給車房 想方法 裡面加東西 然後再掃回螺絲去處理 還有就是很多雜聲 開始 座又座雜聲 窗又窗雜聲 門的雜聲是特別多的 DIY加一些膠 墊住它 又會好一點點 最後就是 Keyless的感應器 我是出過事的 後來檢查過 應該是一些骯髒 會令到紅外線 所以有時候是用不了Keyless 不過很快就搞定了 不過 駕駛了差不多10年 最詭異的事件 發生在 尾喉那裡 有一天 我發覺尾喉 有一些頭髮的東西伸出來 還不是那麼長 駛也好像駛不斷 還發生過兩次 很恐怖 這麼靈異的事件 不如我們交給龍Sir解釋一下 我問過很多車房都不知道是甚麼 很多人 就幻想會不會有個金髮女郎跟著它 哪有這樣的事 其實這些就是在滅聲鼓裏面的吸引物料 所以你記不記得當時我叫你試試 用打火機燒一下它 你發覺燒下去完全沒有反應 即是說不是膠也不是頭髮 其實它是類似玻璃纖維的東西 不好意思 你會發現燒下去完全沒有反應 不好意思 出現了這些 就代表你的Muffler差不多到期了 是呀 過了保養期之後 有一件事真的壞 就是冷氣泵 駕面間的朋友都知道 冷氣泵都是幾年貨 我算是很聰明的 我駕到差不多8萬多的時候才開始出事 事發過程就是我駕駛車 為何突然車子那麼吵 你的綿樣子黏得我這麼近 我左看右看 原來是沒有的 再看一看我的冷氣 因為我知道它快到期了 我真的死了 沒冷氣出來 原來是車裡面有這樣的聲音 就趕快關掉 因為如果你不關掉 它會拖累冷氣其他系統 都會受到損害 這些是車會有經驗的朋友 不斷提醒駕面間的車主 是應該要留意的 結果我就拿去換 當然在外面街外換 大概是六千七千元左右 原廠就一定不是這個價錢 就算你在英國訂回來 我最近看過的價錢 只是件件都要一萬元 還未計算運費 所以香港會弄這輛車的車房 我相信都入併件 應該有存貨 至於我所謂的新行換的是甚麼呢 包括點火開路 Tie Rock 其實未到期的 其實我知道 但我又不想等它懷才換 我連幾億紙總成都還有一個在後備箱 其他都是一些換油 換風格 冷氣架 那你說我整個花費大不大呢 好老實 滅姦的零件 又不是真的那麼貴 我大部分零件都在英國訂回來 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我換鏡帶 大約我 好像七萬公里左右換 未計算運費 這個在英國訂的價錢 三千元左右 我記得 一套頭碟的避漏皮 千八元 千八元左右 又不是很貴 還有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避漏紙 我整套買回來都是三千多元 還未裝 一直不知道人工多少錢 說到最大的花費 都是發生在近一年左右的事 因為已經超過10萬公里 有些東西真的是損耗 包括避漏碟 避漏碟我已經走得很盡 車房師傅常常提醒我 不如你早點換吧 結果換了一套澳洲避漏碟 三千八元左右 配一套Project Mule的避漏皮 加起來大概七千多元 換了之後我有什麼感覺呢 第一件事就是 避漏皮的聲音比較多 我覺得是這一套皮的問題 當你踩到 譬如十分之三的 迷漏深度 有很明顯的摩擦聲 一路用的原廠的皮就沒有這個問題 要踩到差不多要三分之二之後 才會有這些很明顯的摩擦聲 但我都會用多一輪先的 另外就是最近花費最多的 就是Pore Joint 頭膽總共有六顆Pore Joint 差不多是每顆一千元 那你只拿到六千元 既然換得 就順便換上雞腿 因為反正有一顆是跟著雞腿來的 還有就是既然都拆得那麼多東西 就換上頭膽啤鈴 加加起來也賣幾元 這個就是我駕駛這部車 差不多十年 花費最大的一次 還有一些細小的東西 我就算不到了 我也算不到了 是不是 我收到駕駛這部車 各位 其實有很多朋友問我有沒有打算換車 我又真的沒有想過 首先我又不是很富有 又不可以常常換車 雖然早期換得比較密 但都是二手車而已 但你問我新車有沒有真的很想換 不是沒有 但現在的新車適合我口味 又相當貴 GR Yaris我很喜歡 但這價錢我又覺得不是值不值 而是我負擔不了 我們的Ref Channel剛開台 還需要資金再扔下去 一個不小心 連籠底的錢也要拆出來 好坦白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的車越來越少棍波 我是棍波狂 但說回來這部車給了我的感覺 甚至到今天我都仍然駕得很開心 你說POWER當然不可以跟現在很多新車相比 它亦都出現有點老化 但回復青春要時間要金錢要心機 暫時它仍然很壯健 我就由得它先 它有些地方令到我覺得 我有很大的滿足感 首先整架車的操控 由你坐下去那一刻 那張椅子無論我是肥仔的當年 還是現在瘦了少少的今天 都是感覺到爆的 腳踏又是做Hill Toe一流的 那麼說POWER 265匹我什麼都沒有改過 什麼都沒有Trip過 雖然很多朋友說 你Trip一下吧 Trip一下會自然流畢不同的 但我也是不想改改它 因為我平時開車其實不是真的 我反而享受每個彎路 我有些速度的時候 它給予到我的感覺 正正這架MEGANRS 我覺得這是很可貴的地方 它的動態其實是動的 它是會有一定程度的body roll 當然不可以跟阿龍Sir那一輛 大武山一速大霸王相比 它那一輛真的動得多 這輛相比起同期甚至同級的德國車 它都是動得多一點 我就是喜歡它這種動法 而它那種動法跟我的軚盤 油門 那個連結是很強的 所以我駕下去是多清楚每個彎的動作 給我的是甚麼 有些朋友駕過我這輛車都說 有一點點推 是的 車輛一路化就明顯了 其次就是機械式的限發差速 不是那種甚麼都幫你很早做了事 當你的頭輪有少許轉動的時候 它就突然間出現 幫你咬回彎 都明顯的 但不會經常出手 它的ESB基本上我沒有怎樣 trigger到它穿的 因為頭輪加上它的頭擔 雖然說是墨花繩 但其實它是魔術擔 換言之有些連結 是令到的距離是會做到更多的東西 給墨花繩 這就留給阿龍sir學堂再說 所以在行山路的時候 它會動 頭輪肯入彎 到某個極限的時候 你知道是有少許推 推完之後 下馬差速出來幫你 整個過程有步有罩 很清楚的 所以你駕駛著這輛車 你不會覺得這輛車 猛在這裏認得很厲害 這件事很重要 現在車越來越在這裏認得很厲害 我好碰的 你不碰而已 這輛反而是挺低調的 你自己的感覺 所以可能喜歡駕駛的人 碰到這輛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輛車挺好駕駛的 二來就是現在我駕駛著這輛車 我都有很大的滿足感 現在Ref Channel開了 我搬得比較近我家 我比較少駕駛這輛車 我簡直會掛著那種感覺 這就是我對這輛車的心聲 但我覺得它近幾年 沒有那麼喜歡自己的車 以前是完全不被人碰 其他人不能駕駛的 近這幾年我都駕駛了幾次 我就找了數了 希望你們滿意 還有龍sir的IS-8 還有阿芙的Model 3 不如我們三個人交換駕駛吧 互相談談對方的缺點 大家不如留言想不想看 還有就是你想誰駕駛哪一輛車 留言給我們 盡量滿足你們 啊 啊 你要不要... ader